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一些与葛洪相关的历史遗存 为您讲讲葛洪如何养生的故事 葛洪自治川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幅葛治川遗居图 描绘的就是他携带妻子遗居罗浮山的故事 此图的作者为元代画家王蒙 画中这位牵着一头鹿 站在桥上的男子就是葛洪 他身穿道袍 手拿羽扇 正回头张望落在后面的家人 他的身后有背着琴的童子 牵牛的仆人 抱着孩子骑在牛背上的妇人 以及跟在牛后面行走的女眷 葛洪出身于三国时期的东吴世家 他因为带兵打仗立过功 被任命为福波将军 公元306年 竹林七贤之一的姬康的侄孙姬汉被任命为广州刺使后 推荐葛洪任参军 先行到广州征兵 不料姬汉赴任前遇害 葛洪被迫滞留广州 在广州期间 葛洪拜南海太守鲍玄为师 向他学习医药养生知识 今天位于罗浮山上的依吕轩 就是传说中葛洪与抱玄高谈阔论 研究医药的地方 据传 抱玄不仅精通医术 还熟知相面之学 他见葛洪相貌清俊 身为器重 不仅对葛洪悉心指教 还把自己的女儿 抱姑许配给葛洪为妻 抱姑跟父亲学习过针灸 身安针灸之道 抱姑嫁给葛洪后 夫畅妇随 终身跟随葛洪一起研究 医术和针灸 公元316年 葛洪与妻子返回故乡镇江 此时的葛洪已经无意试图 一心研究医药养生 痴迷于修道成仙 当朝廷想要再次升迁他时 他蜿蜒拒绝了 反而请求去广西沟洛县 做一名县令 因为他听说沟洛县附近 出产炼丹用的丹沙 在得到皇帝的允许后 葛洪就带领家人上任去了 当他走到广东的时候 被那里的刺史邓月挽留 葛洪于是改变初衷 移居到广东罗浮山 葛智川移居图描绘的 就是葛洪一家移居罗浮山的情景 葛洪隐居到罗浮山后 与妻子鲍姑一起在那里行医之余 还专门研究如何通过服用药物 延年益寿 史料上说 葛洪是因为朋友挽留 才没有去广西 而是留在了广东罗浮山 事实上 当你看到罗浮山上 漫山遍野的药材 就会明白葛洪之所以选择 罗浮山隐居的真正原因 葛智川移居途中的大山 便是罗浮山 位于今广东省惠州市 博罗县境内 山上四季如春 长有各种药材 达一千种之多 宋代文好苏东坡的诗 罗浮山下四十春 卢菊杨梅刺地心 日淡荔枝三百克 不辞长坐 岭南人 说的正是罗浮山 四十不衰的美景 专家说 葛洪之所以选择在 罗浮山隐居 是因为看中了 罗浮山丰富的药材资源 葛洪痴迷于神仙之术 认为通过服用草木之药 和金丹之药 就可以达到长生不老的目的 葛洪是著名的医药学家 是岭南医学的开山壁主 他提倡饮食生活起居有度 不积物强食 不可物强饮 他还提倡 极得行善 会有助于延年益寿 他更提倡药物养生 因为罗浮山有一千多种 丰富的药物资源 他选择在这里隐居 以方便在不同的季节采集药物 达到养生保健 严年益寿的目的 为后世留下了很多养生的方法 身处罗浮山丰富的药材王国之中 葛洪潜心研究医药 如今罗浮山上的洗药池 相传就是葛洪和妻子豹姑 当年洗至中草药的地方 离洗药池挤不知遥的地方 就是传说中葛洪炼制丹药的炼丹炉 相传葛洪当年就用此炉炼出了九转金丹 福后与化成仙 不远处充虚罐内的一口长生井 是传说中葛洪炼丹取水的地方 传说毕竟是传说 事实上葛洪最后无疾而终 在公元363年老死于罗浮山中 享年81岁 今天的罗浮山上 仍遗存有葛洪的衣冠种 虽然葛洪没能实现 与化成仙的梦想 但他提倡的养生理论和长寿思想 却深入人心 现藏于广东中医药博物馆的豹朴子 便是葛洪的著作之一 书中的养生理论 至今被人们所推崇 葛洪认为 人的寿命不取决于天命 而取决于自身 正确的养生方法 就在于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 良好的生活习惯若能持之以恒 必将受益终生 除了良好的生活习惯 葛洪还非常重视道德修养 对延年益寿的积极意义 他倡导人们修德行善 认为只有具备了良好的道德 才能令人散发出品德的新香 才能实现异寿延年的目的 今天看来 葛洪的养生理论 仍然有着积极的作用 后人为了纪念葛洪 在他曾经生活过的罗浮山上 在南北西三个方向 分别建了冲须冠 苏劳冠和黄龙冠 这些建于古代的道冠 代表着葛洪提倡的长寿思想 成为传播葛洪养生理论的历史遗存 苏劳冠位于山腰之中 山下有个村庄名为长寿村 村民一年四季洗食盖菜和花生 盖菜口味清香 营养丰富 又名长生菜 花生是滋养佳品 有助于延年益寿 又名长生果 宁静的生活环境和健康的三餐饮食 令村里百岁老人非常多 所以得名长寿村 阳光下坐在院子里 摘花生的老人们 是真正领悟了葛洪养生思想的实践者 在罗浮山隐居期间 葛洪一心修道炼丹 追求长生不老 现代医学已经证明 服用丹药并不能令人长生不老 但有趣的是 葛洪当年为炼制丹药所做的那些努力 虽然没能让他语化成仙 却为今天医药化学的发展 起到了功不可没的巨大作用 在研制丹药的过程中 葛洪巧妙地将炼丹术与医学相结合 为现代医药化学的产生开创了先河 如葛洪炼制的红生丹 白酱丹 紫血丹等 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医临床用药中 不可或缺的重要药物 除了医药化学 葛洪还收集整理了肘后背脊方 肘后背脊方篇幅精炼 方便人们放在肘后的口袋里随时携带 所以名为肘后方 肘后背脊方现藏于广东中医药博物馆 全书共八卷即73篇 虽然书中篇幅不多 但内容丰富 是两进南北朝时期重要的医学典籍 也是现存最早的急症诊治专著 被视为岭南医学第一书 在肘后背脊方中 葛洪收入有药物350种 其中植物药材就有230种左右 这些药材大多是山野易德之药 极少有贵重药材 葛洪对于药材的使用 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利用罗浮山遍地可见的青蒿 来治疗瘧疾 为后人开发抗瘧疾药物 提供了宝贵资料 家常随处可见的豆豉 对于葛洪来说 也是一味尚好药材 书中涉及豆豉的药方就有40多种 是使用频率最高的药物 他创用的葱齿汤非常简单 仅用葱白和豆豉煎水服用 就可治疗初起时的风寒感冒 至今仍是中医临床常用方剂 在葛洪的《走后背脊方》中 还记载了中国医学史上最早的指针疗法和捏脊疗法 指针疗法是用指甲掐穴和指端按穴的推拿疗法 用于救治昏迷不醒的病人 此法辩解有效 所以沿用至今 现代医学里 掐人中的急救方法 便源自葛洪的指针疗法 捏脊疗法 是通过连续捏拿人体脊柱部位的肌肤 来达到防治疾病的一种推拿疗法 对于促进气血运行 改善脏腑功能 以及健脾和胃方面 都有着良好的效果 葛洪发明的指针疗法和捏脊疗法 经过后世医家的不断时间 成为治疗和预防疾病的重要推拿疗法 在葛志川移居图中 画家笔下的葛洪 身穿道袍 表现出一副置身事外 悠然自得的样子 正是这种自在超然的神态 体现出葛洪养生思想的精髓 养生重在养心 良好的生活习惯 有助于身心健康 积德行善 帮助他人 则令心灵愉悦 有助于延年益寿 葛洪所提倡的这些养生观点 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养生的根本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夺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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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